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09分 加权指数今天收跌104点 几乎在今天的最低点 最低点是109 几乎收最低 涨两天 跌两天 礼拜五跟礼拜一台北股市涨168点 结果两天下来 几乎又把涨的给吐出去了 两天涨168 那这两天跌掉了130几点 剩下小涨30几点而已 很可惜啊 所以我说信心问题是决定很多东西 你如果有信心 那什么机会你都能够掌握 你如果没信心的话 那国际怎么走跟你也没关系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很多人今天一开盘就是在卖股票 因为主要看到美国昨天又跌174 美国跌174其实也没有很多啊 0.7%而已嘛 现在道琼工业指数不是1万多点 已经24000点了 24000点 0.7%相当于台北股市跌个70点 你看NATAC跟费城半导体 只有0.4% 0.5%而已 而且更进步你要去看人家 美国是在跌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 你看昨天欧洲是大涨的喔 昨天德国大涨192点 德国这一波很强啊 光是4月份的行情 德国涨了5%多 整个欧洲 英国也大涨5%多 这一路上去的 法国已经又要创新高了 那欧洲在涨 美国昨天反而是跌了 所以可见的步调并不一致 所以我说行情涨涨跌跌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去扩大解读它 你要进一步去了解 到底它是在涨什么东西 跌什么东西 昨天美国股市跌 主要在跌生计股 主要在跌银行股 科技股就比较没那么凶 跌没那么多 所以你看NATAC跟费的帽子 只是小跌而已 那以台北股市跟美国的联系 主要是在科技的部分嘛 你要科技相对是比较稳的时候 台北股市不应该是这样杀盘的 甚至苹果昨天股价大涨 最多涨了5%多 收盘涨了4%多 这个对台北股市来说 应该是有利的贡献 尤其在苹概股的部分 可是没有啊 今天苹概股反正也是很弱啊 大力光连涨两天之后 今天也开高走低 台积电今天持续又下跌 2317的鸿海今天持续还是弱势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在弱的情况之下 连国际脚步都跟不上 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啊 不然照理讲苹概股 苹果大涨之后 苹概股是应该要有反攻的机会 有了我们今天盘中推荐 强棒初级华通 华通今天就相对比较强 今天成交上有28000张 那为什么推荐华通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 我在盘中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一次了 所以这个等一下再来讲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到最强是谁 澳洲 澳洲今天反而大涨 澳洲一路大涨 澳洲一路大涨 涅价大涨2.49% 这是在不锈钢的部分 金属原料的大涨 你看连运输股都涨 昨天运配指数 BCI 运配指数总共分三个嘛 BCI BPI跟BDI嘛 BDI是专门在运 肥料木材这些大众物资的 BCI专门在运铁矿砂钢材的 所以它的转比较大 BPI专门在运黄晓玉 所以船队的规模 那船品是比较小的 专门在运股物的 所以你看这个运配指数哪一个在涨 你又知道目前谁最有行情 目前最强是BCI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图形 我给大家看 最近BCI标的很夸张啊 BCI 昨天又大涨 昨天是涨2.86% 你看BCI最近 BCI最近从809标到2300多 好 标到2314 800标到2300 短短三个礼拜时间 BCI运费指数涨了180% 连运费都涨了180% 你说市场上那个热度有多高 所以金属价格最近很强在狂飙 带动运费指数在飙涨 那台湾这边应该也是要收费啦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看澳洲股市 为什么大涨 原来在哪里 因为澳洲是全世界 矿业的大国 所以当金属价格在飙 运费在飙 这个是绝对受费的 所以短短一个月时间 澳洲指数已经起跳到6% 已经涨超过6%了 所以在这种情节之下 台北股市 谁应该会带上来 钢铁股 对不对 钢铁股 全球股市接原物料在涨 金属价格在飙涨 我们没有上来啊 我们没上来啊 这代表什么 代表当大家在 没信心恐慌之余 你要国际资金在飙什么东西 你不会去砍 你不会去注意啊 可是未来当整个事况 诶 稳下来之后 回过神来了 甚至有买盘进来了 有人注意到啊 买盘进来了 他就会上当了 那你等到他动了 又长了一段 你才要去追 你是不是又落后了 所以说在操作上面 你要眼观世面耳听八方 看整个宏观的大格局 国际是怎么样 哪些重点哪些商品 是目前国际之间最热门的 台湾早晚会跟上 你当你注意到之后 国内还没动 你就要注意盯着了 等到买盘一进来 马上你就要跟了 你才会比别人赢在起跑点嘛 我在说什么 是不是又报了一个名牌给你啊 是不是又报了一个名牌给你啊 原物料在飙涨 尤其是在矿业的部分 提要够注意哦 台湾在整个聚落里面 重点就在不锈钢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锈钢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族群 你看今天不锈钢 也没有很明显的波动 所以铁青历注意哦 不要等到行情又开始飙了之后 你才发现 张元 已经整理9个月了 他的获利是比 张元的获利是比 1.98 比大成钢 对是大成钢 大成钢1.25 比大成钢来的好 大成钢已经飙一倍了 所以钢铁股你要注意哦 最近金属价格在飙涨 所以台北股是指数涨涨跌跌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很重要 年线要直接灌破下去 也不容易指标这么低 搞不好明天又是一个回马枪 又是拉回去了 你如果不是操作指数的 其实你不需要把指数 看得那么的重要 以个股为出发点 以个股为出发点 我刚刚就跟大家 等你报一个明白啊 那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昨天推荐滑通 确实啊现在有很多股票 从高涨在崩跌下来 避开就好了嘛 随时都有涨的 随时都有跌的 在涨跌之间 你要趋吉避凶 避开正在跌的 买那种正在底部上来的 所以我说 我不会去买那种涨很高的股票 我只会从底部开始出发 你看最近 你看汉讯 你看汉讯 420 现在剩多少 最低间跌停板 140 141 给你最多 从400多掉到剩140 三分之厘没了 短短才一个月时间而已 在这一个时间 如果你买在上面的话 如果你有的话 是不是短短一个月时间而已 财产三分之后不见了 所以一直强调 涨高的放他一码吧 不要涨那么高了 还不择手段 硬要去追 那就不容易了 你就要承担风险嘛 到时候如果没跑掉 那就要从头套到尾了 最近大跌股票还蛮多的 尤其是都是从涨很高的股票 你看 滚帽 去那300多块 涨到330 第一季财报 才赚一块多而已啊 马炭股浪而已啊 一下来而已 很快的 330直接剩下210 100块没了 两个礼拜的时间内 三分之一产产不见了 那你去追那么高的股票干什么 只会一直讲 我不追高 我不追高 云就在这里 最近这种跌很深的股票蛮多的 像联雅也是啊 联雅从400跌到剩250 就勾给起干了 最近很多那种涨很高的股票 你是要小心 我不要刻意去点名说什么产业什么股票 我也不想去泼别人的冷水 反正你只要记得 涨高的股票 风险自然很大 涨高的股票 风险自然很大 你看一下子而已 百几个都没了 百几个都没了 这种目前涨很高的股票 其实炒作过头之后 它就存在了风险 那我专门买底部的个股 专门买底部的个股就安全啊 你看我今天推荐华通 早上一开盘蹲下去我就推荐了 为什么大盘跌它能够逆时上来 因为华通本来就跌很深了嘛 对不对 52块跌到升28块 股价已经腰斩40%了嘛 昨天苹果财报发布后大涨 苹概股从里面挑一档就有机会的 我挑华通为什么 因为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在电子股的部分就是华通 我给大家看 昨天外资买套电子股的部分第一名 就是华通 上市三大法人 外资买套第一名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在电子股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华通 有没有 雅尼买了9200张 元大金买最多3万张 可是元大金 这个3万丁也很厉害的 富邦金买6000张 雅尼买了6700张 远东西买了4100张 电子股第一名是华通 4069张 所以平概股 苹果财报发布 苹果大涨 你想要买平概股 买什么 外资买最多的那一档 所以我买华通 加上华通 从高档下来 已经腰斩了 是不是就是让底部基优股 所以我的选股逻辑 是不是 从底部找基优的安全出发 它自然就很安全嘛 那像这样股票 外资继续加嘛 你两三天时间 要赚个3到5% 应该都OK嘛 是不是 所以我每天强帮出局 纵使两三天的行情 我也会去挑安全型的股票 来给他们 来给大家 你看昨天推荐的是 3044的箭顶 我为什么推荐箭顶 你看箭顶我推荐完之后 也是很强啊 那为什么推荐箭顶 因为进棚 他的工厂烧掉 这两天 国内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进棚是印刷电路板 车用的部分全球最大厂 这次烧掉工厂在 桃园平镇 建顶 他的总部也在桃园平镇 有地缘关系啊 对不对 加上建顶本身来说 他是国内印刷电路板 产能第三大的 一年458亿 仅次于 增顶 仅次于增顶 1092亿跟2313华通539亿 所以建顶的营收 是国内第三大 可是如果论获利 建顶 古泥碳背口沙 华通 只赚3块钱 增顶 只赚6块4 所以以获利来看 建顶反正是赚最多的 所以建顶是国内PCB的模范生 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加上他在车用版的部分 仪表版引擎版 他都有在 对全世界的车厂出货 所以进棚 平正厂烧掉之后 会让人来联想 建顶 有 接单的机会 有转单的效果 这是联想起来的 因为也有地缘的关系 都在桃园平正 加上股价 从125 跌到剩80几 是不是跌掉三成了 你看去年的获利 8.3 获利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营收 11.5亿 年成长12% 也是历年第一季的新高 当所有数据都在写历史的时候 股价反而跌了30% 那这次又是一档 安全的股票 而且在高获利的推动之下 转单一接手 这个随时有补涨机会 所以随时有保险的机会 指标又在底部 所以很多人宣布可能考虑到 要强 要强 可是强是眼前 懂得什么 一档股票强不强是眼前的东西 以后今天强不一定明天会强 可是安全看的是一个未来 我会以安全为出发点 来追求未来有大赚的机会 这是我的想法 我的理论 我的操作的一个逻辑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如果你认同我这样做法 其实我们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我们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你看我玄谷的标的 你看喔 我们来看 离岸风电 继续来看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今天又持续大跌 你看上尾头又继续跌顶板 世纪钢也继续跌顶板 包含2208的台船今天也继续跌顶板 三个股票都太离谱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台船一年了七块 你去买这个股票要做什么 对不对 世纪钢一年只赚三毛钱而已 股价飙到九十几块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股票你不要给他摸 你看这一下来 从90现在已经剩五十九了 上尾头 去年才看两块钱而已 赚两块炒到一百八 你看已经连续五个铁银了 对百八现在存百里了 我近期就来讲了 这个股票不要去堆 涨高都是危险 尤其over 太超级了 我们这次离岸风店 我们锁定5512利期 我们锁定利期 你看我们利期 10.5买14卖掉 压回来12块钱再买 没有错 昨天跌了一天 那昨天跌一天 到现在的身份也差不几天 加上我们前面已经赚了一个 33%的 总结下来 我们还是赚了两 还赚两成多嘛 那昨天跌一天 今天就不跌了 今天就不跌了 你看今天上尾头 还在跌停 世锡钢还在跌停 我们利期就不跌了 拌一天都没拨 尤其今天大盘跌了104点 大盘跌104点 他都能够不跌 是不是代表跌不下去了 那为什么别人还在跌 他就跌不下去 原因在哪里 11块你要叫他跌倒下去 美股净值 18块钱 高级到11块而已 你要叫他跌倒下去 不可能嘛对不对 那公司也说 第三波的零选 他们还是会继续参加 那当然那6月的事情太好了 太好了 暂时跌不下去 这里要整理 那等整理上来 12块钱再来不就好了 是不是回到成本了 那也是没了嘛 第一波占30% 33% 第二波回来 成本再卖掉 也是没输啊 所以安全性的考量 买底部的GEO股 这个才能够让你在股票市场 做长期性的投资运作 你看1102的雅尼 我离岸峰店 我锁定雅尼 我29块没的 一路飙上去 大盘一路跌下来 我们雅尼每天讲 一路飙上去 不然离岸峰店 离选答案公布 他没有入选 没有入选 就没有入选嘛 他又没损失 有入选 他可能多了一个 投资的项目 那没有入选 他也没损失了嘛 外资继续的加码 外资继续加码 昨天外资大买9200张 我们刚刚看过 买他第二名的 可见外资也不是 那么在意他离岸峰店 有没有 有没有通过 有的话当然锦上添花 那没有的话 外资看中的是什么 看中的是大陆水泥的市场嘛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上海已经公布了 禁用低阶水泥 低阶水泥在大陆的市场 占了40%到45% 很恐怖啊 只有1% 上海第一个开始规定之后 其他地方如果跟上 那是一个趋势 其他地方再跟上 那整个水泥的报价 会标翻的掉 会标翻掉 所以外资一直买台泥雅泥 看到应该是这个点嘛 那以台泥来说 已经去那多了 去那41块啊 雅泥 才在31块而已 每股净值 37块到 相信38块钱 31块你要把报价取下去 有利多题材 国家才会收到 但这些跌的啦 今天露3% 今天露3%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指标已经这么高了 你不让指标修正一下 他没空间又挤嘛 他没空间又挤嘛 所以短线这里震荡是正常 就像这边一样 有没有指标高了 他供不出去震荡 压回震荡 让指标修正 后边都空间又挤嘛 所以这里指标也这么高了 夹标是进行的嘛 外资在加码 他洗盘是正常的嘛 让指标修正 所以来 又是一个好机会啊 我来说什么 是不是又告诉你一个名牌了 是不是又補你一支名牌啊 雅尼最近震荡 低点买点注意哦 注意哦 生计股的部分 我现在一早就跟大家讲过 76块钱破我会退 果然破啦破了就退啊 我们是6162买的66加码 70加码 那在这里盘 我停力点守在76 76破全数获利出清 你看他做的没差 76破全数获利出清 是不是买啊 那下来好啊 对 果然要有钱有退嘛 下来买点在哪里 下来买点在哪里 这不要紧接受啊 没有那么快结束啦 好 生计股的部分 新药已经开始开卖了 当然这是去想外 我没得退的 那不是我的个性 论泰拳 外资继续加码 外资一直在加码论泰拳 这已经盘了一段时间了哦 这么随时就出去了哦 我今天在注意这一支 好 在注意这一支 今天可惜 太高被打下来 因为很多做当冲的 早盘卖尾盘 又被杀出来 他最近 鼻喷气的新药 已经拿到全力金 第一剂两块钱 今年至少三块钱起跳 今年至少三块钱起跳 获利为创下历年来最好 今年起码三块 获利为创下历年来最好 股价 现在又在底部 从六十元下来 现在在三战 是不是又在底部的股票 获利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 这个股票 又是好机会嘛 然后又是好机会嘛 你认同黎的厌重 专找底部基优股的 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勾票请你 紧嘴咱探尾完得及 好 股票市场存在很多 赚钱的机会 重点是方法要对 我坚持直买底部的基优股 这是我的原则 好 认同我的来找我 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按个赞加个油 联合宴会更用心 找更多的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非货 dialSI 音乐 未来